八个赏金盗墓贼为了两万黄金来到阴森帝学之中替人取宝 却不知接了一个要命的活 刚到地方就有无数暗器袭来 纵使拼死反抗 还是有五人命丧当场 只有功夫较高的三人侥幸见到了目标 这口被铁链捆绑四方切有神像镇压的石棺里 躺着的是前任京都六祈司厮守 二十年前妖魔四亿人间 六祈司以神器玄聘珠之力发动扶妖大阵 朱沙妖魔 不料妖王死前竟以妖术将魂魄寄生于厮守体内 厮守未镇压妖魂不得已口喊玄聘珠生葬于此 众人此行便是替雇主来取玄聘珠的 他们拿人钱才替人办事 葬来不问凶险不问缘由 这回却被坑惨了 玄聘珠被取出 镇妖法阵随即被迫 瞬间山崩地裂 腰肉重生 幸存的三人玩命逃跑 也只有胖子带着玄聘珠跑了出来 动静闹得太大 惊动了六祈司前来捉拿 胖子无奈 忙将脏物玄聘珠藏进了客栈后厨的糯米团里 而这些糯米团是大厨李长安为心上人精心制作 李长安不知里面被加料 迫不及待地提着石河 与公孙小姐约会 你一口我一口 好不快活 就在二人浓情蜜意识 公孙大哥二话不说 拉公孙小姐离开 公孙小姐乃成像之女 岂是一介厨子配得起的 李长安难过至极 天空突然下起雨来 像在替他流泪 百姓们纷纷持散归家 老头却别出心裁 在大街上吃火锅 李长安来到他的大散下躲雨 刚打声招呼 就发现锅里空空如也 空锅涮肉 见所未见 老头解释 这叫请君入瓮 话音刚落 妖兽来袭 李长安连忙冲上去 为老头挡招 却不料 这老头一把 薅住了腰腿 便将妖兽摔了出去 随即祭出福祉 轻松将其打回了原形 这下老头可有肉涮了 老头自称三眼 是如今的六祭司之首 他精通阵法 神机妙算 知道胖子将悬聘猪 藏在了糯米团里 特意在此等李长安来 可检查了所有 糯米团里面都没有悬聘猪 李长安这才想起 早上被公孙大哥抓包 吓了一跳 慌乱中生托了一个 看来如今悬聘猪 就在他体内 小伙意外吞了 镇腰至宝悬聘猪 被邀请加入 朝廷捉腰部门六祺司 首领三爷将毕生所学 编辑成策交由李长安 可见对其偏爱 但想真正进入六祺司 必须获得所有人的认可 李长安打听到了 所有人的喜好 百花酒烤羊腿 十全大补汤 轻松用美食 搞定了四位同僚 可这最后一位 杜吴缺却难以讨好 只因他也喜欢公孙小姐 杜吴缺明白 无论公孙小姐多喜欢李长安 公孙家都不会任 一个厨子做女婿 可若让他进了六祺司 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他绝不会给李长安翻身的机会 于是当众宣布 只要李长安能接他三招 便许他加入 考验开始 杜吴缺控制油纸伞 猛地攻向李长安 李长安赶紧举起菜刀防御 还是被击退五十米远 好在没被击倒 第一招算是过了 杜吴缺随即张开伞面袭击 伞边锋利 若被刮到必受重伤 李长安见状连忙使出 三爷刚教的符咒之术 李玉 杜吴缺万万没想到 李长安悟性如此之高 刚学会法术 便能将雨伞驳回 气氛之下出绝招 幻化出四个分身扰乱事件 趁李长安不备 吃伞猛击其要害 不料意外击碎了悬聘猪 李长安意外吸收了悬聘猪之力 虽伤未死 很快就站了起来 再过第三招 李长安便能进入六祈司 杜吴缺随而起 使出毕生功力 欲将其一击毙命 三爷见其要痛下杀手 出手阻拦 上司护短 杜吴缺无可奈何 一气之下扔下六祈司 腰排离开 李长安外伤并不严重 可悬聘猪之力强大 在他体内四散冲击 不及时压制 今夜便会经脉进断而亡 三爷无奈 决定送他去镇妖塔 利用塔内扶妖法计 让玄聘猪平静下来 而与此同时 一场浩劫即将来临 京都之中最得宠的大公公 一心想复活妖王 如今还差一具强健的身躯 助妖王魂魄魄夺赦 戒体重生 大公公早就看证一个 命手下小妖掳走公孙小姐 并给杜无缺传言 杜无缺为爱赴约 自愿吞下妖王闻破 京都一夜之间爆发瘟疫 百姓纷纷一变妖化 六七四药师调查发现 感染源是饮用水 如今京都所有水源 都已经被投入妖毒 用不了多久 所有喝过水的人 都会化醉妖兽 太后很快得知瘟疫意识 命心服大公公着手退役 却不知一切都是大公公倒的鬼 大公公得到太后口语 堂而皇之的命令神策军 聚集染病百姓统统杀掉 公孙小姐和哥哥忙将药师 研制的解药分发给百姓 告知大将军只需静待一刻中 百姓们都会痊愈 大将军却不管那么多 上面怎么说 他就怎么做 坚持命手下杀光百姓 千军一发之际 金光符咒从天而降 三爷燃烧生命 筑起金墙保护百姓 与此同时被妖王夺射的杜无缺 追杀李长安来到了镇妖塔 如今李长安吸收了 玄聘珠之力 以轻轻飞昔比 没几招就将杜无缺打败 而杜无缺似乎也恢复了神志 让李长安杀了自己 李长安闻言得知 他可能已被控制 卸下防备上前查看 不料惨被一刀刺中 原来杜无缺意志坚定 并没有被夺射 反而夺射了妖王 大公公要将京都变作妖城 他顺水推舟当妖王 而杀了李长安 公孙小姐也会慢慢死心 成为他的王后 但杜无缺怎么也想不到 要想彻底激发玄聘珠之力 需要置之死地而后生 他一场下去 误打误撞帮李长安开挂 将自己送入了地狱 另一边 六七丝顺着污染的水源 摸到了大公公的老巢 众人合力 不多时便将祸首斩杀 可三爷这边却顶不住了 为了给百姓争取解毒的时间 他耗尽修为丢了性命 没了阻拦 大将军一跃而起 继续屠杀 哥哥为保护公孙小姐惨被重伤 先血溅到大将军脸上 大将军终于无法维持人形 变作巨型妖兽 原来真正的大将军早已死了 这位其实是大公公手下的小妖 神策军得知真相一拥而上 将妖兽就地正法 却不慎被剑道妖邪 纷纷开始异化失控 危急时刻 李长安及时赶到 以悬聘朱之力启动扶妖法阵 然而这时 公孙小姐却突然被妖邪剑道 开始妖化 李长安见状一手支撑法阵 一边帮心上人压制妖毒 公孙小姐恢复神志的瞬间 为了天下苍生 选择了自尽 这下李长安没了牵挂 拼尽全力催动法阵 终于救下百姓们 成了大英雄 他配得上公孙小姐了 却再也没有娶她的机会 故事到此结束 大英雄 感谢观看